把9个大脑,3个心肠 智力进化比人类工要造的章鱼养在家里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现在开始,就带你们感受一下章鱼到底能有多厉害 在这之前,特意跑了一趟海鲜店 给老板用了一大桶的海水 总体还挺清澈的,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的过滤 其实本来我是打算用Y11这口60浴缸养的 但是丢作的底盔还没有到货 所以只能是它了 东也是用的这款全光谱的夹东 以前买过一次,好用到爆 这次用来这海钢试试效果 虽然是个海钢,但是我这边用的却是这种挂壁 别看这货小,但是带动一米的钢的问题都是不大 因为它的这里面是带有四层过滤地流盒的 这里面可以放着多层的绿海 起到培均的效果 用之前一定要从这边打开 把包装袋给它拆掉,不然起不到培均的效果 挂壁安装到位 第一次,倒入饮水启动 通过这里可以调节水流的大小 流量是没的说,OK,现在东光也到位了 这东光的效果真的是太溜了 如果要是放点水草,绝对是带劲 都已经安装完毕了 现在就跟咱们的主角登场了 来吧兄弟们,看看我买什么回来了 嘿嘿,这家伙真是太过瘾了 怎么样,像不像外星生物 八爪鱼有三个心脏,九个大脑 将近五亿个神经元 是不是很不可自已啊 咱们来沾点海水,把桌子打湿 现在悠悠地把这章鱼给它去赶到桌面上来 我的天哪,这真是太吓人了哈 虽然就常吃着东西 但是摆弄活的,多少有点心里痒痒 咱们先把它的触手拿开 把脑袋摆中 今天,咱们买回来的这只是长腿八带 这家伙的每条长腿 都有一个独立的大脑控制 所以能够同时控制八条腿 做不一样的事情 这该说不说的 弹性有很足呀 每一条出手上面 又分布着上百个吸盘 可以牢牢地吸入想要吸附的目标 现在赶紧把这一坨 把它放入海水里面 这会儿应该是很快就能适用这个水质 因为这就是它被捕捉到地方的海水 抽出这大长腿 如果伸直了比鱼钢都要长 感觉像是科幻片里的怪物 跑到了现实中来 又重启了一些珊瑚骨 全都给它倒进去 这样既能陪军 就能让八爪鱼够快地适用环境 还有就是再给它来上两个大海螺 让它可以躲避用 虽然现在的水还没有清澈 但是这条八爪鱼 好像已经开始适用新的环境了 在不停地用触手赶至附近的情况 它的体色也比刚来那会儿要红了很多 熊动上更为的活跃 都说章鱼的智力计划 要比人类的功能 现在一切就绪 就懂水质清澈了 到时候